大家好,歡迎回到本週的縫頭寶,我是各位就來的乳共投資顧問POTA老師 最近台灣的觀眾朋友應該都有關注到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被控設進華城岸貪污圖利罪嫌 收押禁見台北看守所的消息 有看到一些觀眾留言說也想聽聽我聊這件事 我自己也有關注,但畢竟這跟粉紅特報這單元比較沒關係 除非說今天查出來背後介入的金主有中共 那我才會整理完整事件拿出來講 所以目前是沒打算在這節目來評論此案件 有些老師說我哈利波特的小草觀眾 希望你們也要能明白你我的政治觀點可以不同 但我也不是針對你們 因為如果要針對,早就拿出來做節目大聊特聊了 這劇情比八點檔還精彩 可是我沒有嘛,我每支影片開頭不是說了嗎? 乳共投資顧問 這單元就是針對中共和粉紅文做的破事在評論的 破除中共大外宣套路 避免台灣人被認知戰影響 如果聽別人評論中共,你會覺得不舒服 那就是你自己的問題 本來這案件也不關中共的事 但共黨顯然不甘寂寞 忍不住就替自己加戲 中國國台辦在本週例行記者會 居然自己跳出來替柯文哲報不滿 先帶大家看一下國台辦說了什麼 不好意思 忍不住先吐槽一下 中共官方的品位真正是爽啊 那這個網站是在做什麼鳥 牆內媒體東方衛視提問 近日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遭民進黨追殺 官司纏身 備受關注 有輿論認為 這對島內政治生態產生較大影響 台灣正是進入賴清德時代 兩岸關係面臨更大變數 前景更加不容樂觀 請問對此有何評論 而國台辦發言人則回覆 賴清德當局上台以來 一再操弄司法行政等手段 公器施用 黨同伐異 在島內大肆製造綠色恐怖 其目的是追殺不支持民進黨 不認同台獨的各界人士 以謀求藝人一黨之施力 並為其遂行台獨排除障礙 足語換一下的話 根本就是中共在自我介紹 多行不義必自弊 賴清德當局胡作非為 必遭民意唾棄 所以賴清德是被台灣民意唾棄 到選上台灣總統的嗎? 真是不想嘴也不行 而且你中共國就獨裁轉制出名了 到底怎麼好意思啦 今天在台灣不滿執政黨的人 他能在那邊罵綠色恐怖 而且罵完他人沒有事 但換作是中國人在牆內說 中共紅色恐怖事事 光你上網講話 觸及到敏感詞 都有被公安抓去泡茶的危險了 甚至現在若被質疑不夠愛國 中共都能依法把你抓起來 而本來柯文哲的後續發展 也就是接受司法調查 若有罪就關 若沒罪的話 司法也會還他公道 這過程中 其他支持柯文哲的民眾 想幫他講兩句都能理解 而唯一最沒資格也最不應該幫強的中共 現在偏偏自己跳出來 這是不是怕我們這種做反共節目的題材不夠多 親自出來遞刀子啊 中共這樣做 難道是要告訴大家 這人是你共黨支持的嗎 不然過往台灣政壇上 若發生其他政黨的政客 因為涉嫌犯罪而被抓時 也很少看到中共大動作跳出來說話吧 連之前馬自為被抓到 收中共百萬選立委 那些已經確定和你中共有關的 也沒看你共黨出來幫忙說話啊 以及國台辦在那邊說什麼操弄司法公器私用 真的是要確定 應該有些觀眾還記得秦剛吧 之前的中國外交部長 堂堂外交部長在中國被人間蒸發 然後外媒問中共說 啊你們外交部長怎麼消失了 人去哪了 中共外交部藩人毛寧 對於他的同事 對於他的上司秦剛 為何會突然人間蒸發 完全沒法正面回答 被問到最後還要記者不要再問了 而秦剛最近的消息也還是一件烏龍 謠傳說秦剛被降職 降到中共外交部管理的出版社工作 派他去打閘 當後來查證發現 那人只是剛好同名同姓 不是前中國外交部長秦剛 也就是說這人至今啊 依然下落不明 所以今天台灣如果真的有 中共口中所謂的綠色恐怖 若真有司法公器私用的情況 那柯文哲現在已經不會有新聞報導他了 支持他的民眾也根本不可能上街 一上街舉牌就被抓了 甚至會連我這支影片 都不可能讓各位看到 因為我開頭提到柯的名字 秦剛在牆內 可是直接被抹去 他過往存在的各種痕跡 這也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其他還有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魏鳳和 火箭軍司令李玉超等 都不知去向 那才叫真的恐怖好嗎 順帶一提 對於中共的聲援 本來我是覺得民眾黨這部分算是無辜 而他們這時要做的應該是說 台灣司法管理中共屁事 來立刻和中共撇清關係 不然等於會讓人認為他們是一活的 結果真的是沒想到 民眾黨發言人沒有明確回絕 反而對此還說 會持續尋求社會外界關注 維護台灣可貴的民主法治人權 哇87是不是 再怎麼回都不可能說這個吧 還不如你用柯文哲說的 別不值得 都還比這個好吧 你要尋求外界關注可以 但你尋求一個想要侵略台灣的獨裁政權關注 我很好奇各位對於這件事有的看法 歡迎影片下方留言分享 中共持續倒車民生臭到不行 誰沾邊跟踩到大便沒區別 這趨勢從本週的美國大選 二次辯論會也能看出 川普和賀錦麗是首次同台辯論 美國兩黨的議題都談到中國 而且是在比誰對中國會更強硬 川普就說如果他選上 要再增加對中國關稅 賀錦麗則批評川普把美國晶片賣給中國 幫助他們軍隊改善 他意思就是指現任拜登政府通過晶片法 才限制中國獲取先進晶片 幫自己政黨邀功 川普隨後則回說 那是台灣對中輸出過多晶片 不過這邊我覺得川普本人應該是誤會了 台灣是有台積電沒錯 可是台積電是晶圓代工廠 不是賣晶片廠商 真正美國晶片大廠是Intel AMD 輝達 也就是說實際上能賣晶片給中國的 也只能是美國賣的居多 而且美國晶片法上路後 台灣半導體科技也謹守美國安全規範 台積電也早已不向中國出出先進製程的晶片 雖然川普也可能只是當下在跟競爭對手吵架 為了回而回而已 只是不論如何 各位應該都能看出一個重點 抗中就是美國政壇最大的共識 若你和中國走太近 只會被對方拿來攻擊 之後不管是川普選上或賀錦麗勝出 美國對中政策也不會放緩 只會更為嚴厲 除了這部分之外 美國眾議院通過一項最新挺台法案 叫做台灣衝突賀足法案 由跨黨派議員共同提出 並且無意義通過 未來要是中共真的出兵清台 那美國財政部會直接介入中國高層在全球的資產 並切斷他們與家人使用美國金融體系的權利 以及凍結債美資產 藉此而指中國侵略台灣 這意思其實也等同是說 很多中共高官在海外都設有資產 而且被美國掌控 要你中共不要亂來 若到時直接供不出來 勢必造成大量粉紅不滿 增加維穩成本 中共平時告訴中國人要愛黨愛國 結果中共高官都在海外資產 讓粉紅競爵反美是工作 赴美是生活 原來是真的 而且凍結資產後 也會影響中共高官個人利益 如此一來要是真打下去 贏不贏還不知道 但錢先沒了 打仗最花的就是錢 然後政權又會不穩 清台成本變更高了 真的是多虧習總倒車加速有功 希望他繼續加油 美國跟台灣的關係 可以說是越來越好 本週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 Nikki Haley 也在推特上發了一段影片 表示台灣的重要 並說我們需要盡力 成為台灣最好的朋友 帶各位看一下這段影片 我們必須要成為他們的最好的朋友 我們可以 因為如果中國招臉台灣 我們看到了 Russia和Ukraine 影響了1%的GDP 你也看到了 經濟的經濟 如果中國招臉台灣 會是10%的GDP global 那是10 trillion 比特上的1 trillion 在Ukraine 我們必須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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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Russia 擔心 如果中國擔心 我們不可能 如果我們存在一個招臉 因為這不可能 凱莉也在近日訪台時 公開演講提到 台灣因與世界各國 想有同樣權利 坐上台灣桌 況且台灣已證明 比多數國家更值得擁有此權利 她幫台灣發聲說 台灣受害於不正義對待 超過50年 聯合國大會於1971年 通過第2758號決議 讓中共取得中國代表權 中國自此 宣稱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 但該決議完全沒有提到台灣 美國和盟友 因在一開始就揪出這個錯誤 但北京卻持續以止氣死 持續壓迫台灣 海力本來是有在共和黨內 參選總統候選人 不過最終沒能代表共和黨參選 很可惜 不然她對台灣是非常友善 不過也還年輕 希望她未來能有機會 她在上個月底 也有在Twitter上幫忙 介紹台灣給美國人認識 台灣是一個勇氣 信心 和無限的結果 西方可以從你學會很多 民眾多豐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不相信有靠出不了的宽展 不相信有下面的不了的第二 好 穿著紅衛兵制服喊著中宣部的口號 文革不遠了吧 而最終這場比賽中國隊0比7被日本踢爆 中國隊整場賽事只拿到一次射門機會不過也射歪 日本守門員可以說是沒留到汗比賽就結束了 連攝影機都沒什麼拍到他的畫面 而賽後一些接受不了輸給日本的中國粉紅則在場邊崩潰 我們怕其實我們怕就是沒有鬥子 你踢不人的你可以踢人啊對吧 他們什麼多摸手球啊他們其實也怕手傷 都讓人耍著玩啊 不是你球都踢不贏了說明對手體力跟技術都在你之上 還哪來的想法踢人欸 另外因為輸太難看了牆內媒體開始還想試著洗地 說日本贏7分是險勝 暴露致命缺點 國主小敗難演王者風範 央視主角節目也幫幫緩家 牽扯說會輸是因為司機開錯路口 比賽有輸有贏本來就很正常 但賽前看粉紅在那邊叫囂 最後贏來這種結果還是讓人感到一陣難心啊 台灣對於賽事結果大多是偏向鼓勵運動員居多 畢竟那是運動員自身的努力 跟一般人其實沒有太多關係 而且能訓練到被選為代表初賽已經很猛了 但中國對於運動員比賽輸贏是非常在意的 因為中國想要在賽事上展現出中國強大啦 所以舉國之力花了不少錢給那些運動員 但這些錢很多也是從人光身上割來的 所以對於賽事結果相較於其他國家的人來說 牆內可以說是非常執著 也因此輸了基本上就是會被罵 前陣子巴黎奧運大家應該也看了不少 歷史性恥辱大敗還有臉大包小包購物 一群啤酒肚踢個0比7 還有臉大包小包的購物臉都不要了 你們是公費出差購物免往返機票嗎 輸了球火急火燒的在日本少貨 大家看一下牆內對於中國足球員的表現留言 不如解散吧解散吧原地解散更省錢 球員問題不大而是運作機制的問題得改革 不講客觀原因老說主觀的永遠原地打轉菜是原罪 波特老師對足球是沒特別關注 但以前也耳聞過幾次中國足球的實例 連習總自己都公開說過不敢肯定中國足球的水準 所以中國足球盛名算是有突破同溫層 雖然粉紅都叫中國足球解散 但整理資料時看了牆內對中國足球的看法 發現中國足球完成了一件不得了的成就 全世界不分哪國人不分立場 居然對中國足球的看法出其一致 還沒有過多爭吵都覺得真的就是懶 這也算是蠻厲害的 那今天影片就先來到這邊 我是波羅王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讚加訂閱 也歡迎各位加入我youtube頻道會員 給予這個單元支持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